郭先生不想是建築的 好地到電區你去開發那要做什麼 要去求錢 沒錢是要怎麼開發 開發、求錢來開發後 當然我們管部有基金可以拿到一些土地 這個土地不是說一個我們的 這個土地你就要去出分 要去買錢 你就會害羞 把鄰銅求的錢必須要去剪下 所以說這兩百幾筆的土地 都是平均地權基金的一個專戶 我們賣掉之後來還銀行的錢就對了 是怎麼粉飲館這塊土地和市街差這麼多 包括你所謂粉 從粉飲館面 當作空的跟公的 這個兩百多筆的土地 都是自償性取得的土地 它變賣價金所得是必須要 是必須要來返還銀行的貸款 如果有存在的時候 就放在我們的平均地權的基金專戶裡面 一家銀就不會打算 一家銀就對了 這是第一點的說明 第二點的說明就是 中國有賣到我們管副主義的土地 那麼九年裡面賣多少 九年裡面賣15筆現有的土地 賣多少錢 賣兩億桶子而已 兩億桶子而已 這兩億桶子 也不是撒去賣掉 就是能源於我們關上的建設部分 中國沒有被刑的 去賣多少錢 有主要計畫 我們家有財買的 真是柔子 這個媽媽